這些個做法跟這個在南海當中 這個美國的這個軍事的這個巡弋 跟當年在1940年代末期 George Cannon他的圍堵策略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 我們今天面對的一個世界體系 其實是不一樣的 1940年尾巴或者1950年代初 當我們人在瞬間成形的那個瞬間 我們要去想像的是 那個時候美國跟蘇俄之間 他們是沒有貿易關係 他們沒有進行貿易往來 那蘇俄跟所謂的中邊的東歐國家 就是鐵幕內的這些國家 他已經有很緊密的一個結合 然後他的共產勢力已經培養好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美國在做的這些策略 不管我們講的是五眼聯盟四方會談 或者甚至是AUKUS這樣的一個Military Alliance 以及之後以從川普到現在拜登政府 所執行的一個印太戰略區的一個策略 其實他某種程度是在於軍事以及安全議題上面 對於中國進行一個更高層 更高強度的一個制衡跟抗衡 但是他沒有辦法像George Cannon 當初提出的這些策略一樣 就是說我們這些策略當一定 一旦我們的戰略佈局已經成形之後 只要你有trigger或者是那個實際一到 我們馬上就可以進入一個新人戰的一個狀態 事實上以現在的一個狀態來講 我們沒有辦法進入新人戰 因為你不能否認中國 不管跟美國之間的一個經貿關係 或者是中國跟世界所有國家的一個經貿關係 他都不會是一天之內就可以斷掉了 那這一部分其實很大一個程度 美國也是在等待時機 也就是他是在繼續做他的圍堵戰略 只是他的圍堵戰略必須要去做 必須要去考量到在經濟層面上面 經貿層面上面 他不能完全的跟中國做一個決裂 尤其是現在美國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景氣來說還並沒有那麼好 而且拜登其實上台到現在 他最大的一個目的 除了對抗疫情以外 第一個第二個問題就是復屬經濟 那在一個復屬經濟的一個前提之下 你能不能跟中國進行完全的決裂 我覺得這種事情是不可能會發生 除非今天有特別的一個戰爭 或者是一個衝突的一個場景 到不來現在這個狀態還沒有成熟 所以這個圍堵的狀態會繼續的增強 但是兩邊之間 並不會在短時間內就直接的決裂 很大一個程度美國想要做到的是 是把所謂的一個世界生產業 進行再重組再轉型 也就是不管是透過自動化生產 想辦法讓更多的工廠 可以回溜到美國 或回溜到相對來說 跟美國比較寧近的國家 然後透過美國現在的政策 想辦法去把所謂的在中國的投資 或跟中國之間的一個經貿互賴 想辦法把它拉開來 想辦法把它繼續去減低 這樣的一個互賴性 那等到那一天成行 等到中國跟美國之間的一個 經貿互賴性可以慢慢的減低之後 我覺得George Cannon所提出的這些概念 才會變成一個比較完整 現在美國可以去執行的狀態 但當然因為還有很多的 尤其摳口很多很麻煩的東西 例如說 中國跟歐盟之間的關係要怎麼處理 中國跟美國的盟友這些關係要怎麼處理 例如你們可以看到 日本跟美國至少在抗衡這件事上面 立場是很顯明的 可是跟美國有同樣的一個安全協議的國家 南韓 南韓在這件事上面 它就不敢站得太清楚 因為對於南韓來說 它事實上是很大比例在吃中國的市場 那如果它想要繼續的去享有中國的市場的話 它就不能很明確的選邊站 但它什麼時候可以去把它跟中國之間的經濟互賴性慢慢的拉開來 那其實要可能更長的時間去組一個佈局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圍堵 它這個圍堵戰略的核心的概念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時代變前 因為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沒有全球化的世界 跟有全球化的世界 所以在這兩個不同的一個大環節裡面去做比較的話 美國其實它這樣的戰略佈局 它是需要更長的時間 才有可能去達到當初在1950代仍在開採 開始的一個情景 我常覺得現在在 不管台灣或者在美國或其他地方教學 特別是教國際關係的學者 有的時候這個要維持這個思考的這個balance 面對那個清純的學生 要讓他們能夠理解這個國際政治的真實的一面 是很困難的這個事情 同時我覺得在台灣當一個政治領袖 通常要非常的冷靜 為什麼這麼說 那全世界很少像台灣目前所面對的這個局勢 剛才我們提到了 這可能是最寒冷的這個北京東 那麼現在的海峽兩岸的局勢緊張的可以 大概是在過去幾十年來最緊張的 那同樣的還有一個熱度最高的 其實就是海峽兩岸的貿易 在如此緊張的狀況之下 如果你就不看那個數字的話 你都很難想像 台灣跟中國大陸目前的這個數字 這個急劇的這個增長 這個貿易彼此的這個相互的依存度 依賴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毫無疑問的 在國際政治上 這一波 那麼因為中國的相當的這個 違反人權的做法 以及它很多的這個作為 遭致了國際上的這個抵制 因此這個一個國際的反中的這個浪潮 賴教授台灣是不是在這個機會當中 撿到牆 同時我剛剛說了 台灣的這個領導人 其實要非常冷靜的 台灣到目前為止 您覺得我們在處理整個國際局勢的變化當中 兩岸的政策的拿捏 我們的政府目前處理如何 同時您覺得應該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先不要就是對政府這邊打分數 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況 基本上來講 我是覺得充滿了機會 但是也非常的兇險 所以說 比較很難拿到這個一定的尺度 說一定的標準來做衡量 那但是就是回過頭來就講到說 台灣現在所面對的狀況 的確 因為這個競爭對峙的這個激烈化 那台灣我們剛好就是在這個中心點 所以凸顯台灣的重要性 而且它現在又隨著科技 未來科技的發展 使得台灣包括說 我們在半導體產業上面的一個的能量 開始被這個大量的被放大 因為這會是未來科技 以及未來社會和經濟生活上面 所最需要的一個基礎的這個資源 就例如說就像是在那個六七十年代 這整個石油的一個狀況一樣 所以說這也是使得 除了我們地緣戰略位置之外 那再加上我們本身在科技 科技上面所佔的位置 使得我們在未來經濟成為 那也是世界各國他們很需要發展的 這個需要合作的一個對象 那所以說在我們才會出現 這非常奇妙的一個情形 所以一方面在台海這個地方 對峙很兇險 然後老共一天到晚派飛機過來 這邊騷擾我們 但另外一方面他們買我們東西 現在已經兩岸的貿易的過去是 我們透過中國那邊生產 然後賣到全世界 現在反而是老共他們直接 要跟台灣去買東西 因為他要儲存這些物資 要跟美國對抗 那所以說他一方面又想要把台灣 有可能軍事要來對我們進行征服 但另外一方面又需要台灣這邊 提供他這個資源 他來跟這個美國進行這個對抗 所以說這是一個還蠻吊詭 然後那個充滿了各種 這個矛盾的一個情形 那我是覺得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因為台灣的這個角色被凸顯 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有關於對台灣的支持 特別是來自民主國家支持 會大幅的提高 那相對的也會引起 就中國對台灣壓力的 那個更加的這個提升 那也因此在這個地方 我們到時候所面對的一個情形 是這個機會和壓力都並存 而且這個壓力 現在除了說老共對台灣之外 也因為老共對台灣壓力的提升 使得美國對於台灣 怎麼樣去進行防衛 以及這個我們的同盟國家 對於台灣的我們的作為 也開始有很多的期待 那這個期待 也會轉換成另外一個 完全不同程度的壓力 所以一方面 我們要怎麼樣去對付老共對台灣的 政治軍事外交 以及包括內政上面的這個 各種假實力的假訊息的問題 可是另外一方面 從美國那邊過來 反而是台灣在自我防衛上面 台灣的防衛策略上面 是不是做到他們期待 台灣應該可以做到的部分 美國希望是個強民主 不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的民主 那在這個地方也出現了 和美國之間 包同盟之間很多的那個爭執 所以我們現在處的這個狀況 是在這樣一個非常微妙的 一個情形裡面 那當然對於任何的領導者 我覺得不管是這個 未來是哪個黨派 這樣的一個處境 實際上我們會 可能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起碼大概10到15年 都會是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那最後一點我就想要提到就是說 實際上當然現在的那個狀況 跟1950年剛開始的那個冷戰情形 是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現在整個發展 會開始慢慢回歸到 1950年代那個冷戰 就是說的確雙方之間的 這個經貿的這個互賴的狀況 已經非常綿密 可是現在的隨著科技的發展 開始在這個規則 以及在這個新型的那個社會生活上面 慢慢會出現兩種模式的一種情形 那這兩種模式它的 我們先不要講脫鉤 但起碼降鉤的這個趨勢 會是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說我們現在比較像是一個 從那個後冷戰時代 慢慢要轉向一個 可能是新冷戰的一個情形 那就是新冷戰 它的那個最重要的分歧點 是在於說雖然說它有價值上面 但是它的價值是被inforce 是在未來的透過科技的能量 所展示出的未來社會 和經濟生活上面的規則 那這個部分的那個差異啊 我是覺得 會在每一個地方都會在 對台灣形成很尖銳挑戰